10.003 前床事件0.30到4.30 咱现在可以上线作业 现在是凌晨12点左右吧 我们的工作全都是后半夜 0.30到4.30这个时间段 为了就是保证行车安全 行车稳定性 再有这个列车的一个舒适度 前面2019年5月10号 严重了之后就形成重伤缸 就可能造成断轨的危险 今天我们要准备去上线 进行小机打磨 长期都是夜间工作 因为高铁的天窗也是性质 必须在这个时间段 白天都要跑车 每天到我们4点半之前下线 5点多驱远车就跑过来了 同时工作应该是很光荣